好 这个女孩子可以穿这个bikini 那男生的话 那就是这个游泳的三角裤了 我们再讲的是 国民党的秘书长金普聪 他一向是热爱运动 不但是有意健康 当然也就维持身材了 可是呢 也因为他每年参加铁人三项 比赛的时候 穿着这个蓝色的三角泳裤 就引发话题 被亏个没完 所以在下一个礼拜 再度参赛的金普聪 他就要改穿稍微保守的样式 让他的小裤裤走入历史 金普聪加油啊 参加铁人三项金普聪 卖力冲刺 这条蓝色小裤裤 一度是他要担任 国民党秘书长时热门焦点 那个对啊身材不错 心里揪了一下 真的是 金普聪被亏好害羞 当秘书长之后 下周首次要参加铁人三项比赛 抽空到苗栗 全程报名 partner还是叶金川 但行头可就不是原来那条 小裤裤了 金普聪说 他不是爱漏 是穿习惯了 什么不同 这一次逼铁人三项 要改走保守路线 紧身小短裤 虽然性感指数百分百 但金普聪考虑 穿极其短裤 有护垫 骑车游泳都适合 既能包紧紧 也能轻巧排汗 小裤裤被大作文章 连向来直率的金普聪 也难免在意外界眼光 想看秘书长秀身材 跑三铁 恐怕得从资料画面 回味了 整天新闻黄一群学问好 台北报道 还是说 不够心理 能够心理